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做椒盐炸豆腐 首先,我們有一瓶豆腐 看這個份量 我這裏大約半瓶豆腐 半瓶豆腐的話,我們就要切粒粒 你見到我們酒樓吃的椒盐炸豆腐的話 都是粒狀的 我們大約在這裏,可以開到三份 一刀切過去 然後,在中間,我們對湯一刀 不過,如果不熄的話,都沒所謂 就攤開它 這樣切法,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 這樣切一刀 那就是有六件的了 那就是六件豆腐了 我們放在一邊,備用 好了,躺下它 一刀 一,二 那就是六件豆腐了 大小不一,沒有所謂的 好,那另外一件豆腐了 好,那就切好豆腐 然後,我教大家去做那個豆腐了 做這個豆腐的時候,我們很簡單 因為焦鹽炸豆腐的時候,就要吃著 那個 豆腐的香味 那麼,我們加少少的鹽下去 調一下味 待會我們炸完之後,再加些 我們的芽鹽下去 那整個豆腐呢,就會很好吃的了 現在我預備炸那個 焦鹽豆腐了 那麼,首先我們呢 把豆腐放在很多位置 那另外呢,就要 預備一個隔油隔 這樣才行的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會 煲一煲油 預定那個煮的油 預備去炸那個豆腐 那油的份量呢,就不需要太多 那麼,大約呢,蓋過豆腐就足夠了 那麼,我們可以用一個小火 慢慢煮開,煮一些豆腐的油先 好了,油就差不多滾了 那麼,我們怎麼測試它會不會滾呢 那麼,就把筷子放進去 那麼,如果看到它起泡泡的話 那就是滾的了 好了,我們試第一塊豆腐了 那麼,把豆腐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考一下自己的筷子的功力 把一塊豆腐放進去 那麼,就可以炸了 那麼,就把它收小了 把它收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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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炸 把它散開 把它散開 那麼,我們要逐塊逐塊豆腐去炸 不要貪心 如果要貪心的話,那些豆腐呢 就會黏起來 那些豆腐呢 這樣就炸得不漂亮了 看到它炸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可以翻一翻它 現在有一點金黃色了 再炸的 好,讓它要煮一塊 我們要煮一些 这些是多余的,这些可以丟掉 好了,开始了,变成金黄色,已经很漂亮了,对吗? 好,那继续炸它一会儿先吧 让它慢慢炸到表面都是金黄色,那里面就会是外脆,内软的了 好了,让大家看看它的样子,看到吗? 好,再炸一炸它先吧 炸这个豆腐,就一定不会太急,太急一会儿就可以了 好了,看到金黄色就已经,这个可以上碟里已经 看到吗?很漂亮,很香 好了,那就试再炸多一块了 要拿多一块豆腐盆 再炸 好了,要是发,很香 好,很香 好,我来炸这个豆腐盆 你慢慢炸多几次的话 你不会熟悉炸的方法 如果你家的地方大 锅比较多,油也不太用 如果用大锅的油的话 你可以炸一次炸几粒 这样也可以的 我这里用一个小的油煲 让它省下油 也不用煮这么多油 但炸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现在已经煮了 现在已经煮了 已经 好了,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拿起它了 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多漂亮 好,我们继续炸 好了,这些豆腐炸的差不多了 我们炸完最后一批的豆腐 全部都金黄色,很漂亮 好了,炸完豆腐之后 我们就要加一些味料 然后加一些盐盐 灑上表面 趁它有点热力的时候 盐盐就会溶到豆腐那里 那就很好吃了 再加一点,这个我个人做好了 我喜欢一些滋燕粉 滋燕粉就在这地方可以卖的 加上来就非常美味 它已经做好了 那大家看看 那个卖相 是不是跟酒楼的卖相 一模一样呢? 那现在呢,我做好了 亦都上了碟 大家可以看看 那大家有兴趣 可以跟着去做 那如果有兴趣 我频道记得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